这是一个PM2.5为0的地方 这里的高卢人或者低调奢华的园林生活 好放派诗人艾尼道斯 仰天长下午出门去 我被骑士捧薅人 他一路长途跋涉 摔过泥档子 住过厄朗窝 踏过高雪山 吃过最甜的蜂蜜 被咬最大的包 终于来到希腊公主的豪宅 公主载也对卷发哥的诗文痴心绝对 想用一杯82年的拉菲把它灌醉 好让他能再爱自己多一点 这场靠诗文联系的古代网恋 今天就要兑现 艾尼道斯伪装成仆人 刚见到公主 就被他的神仙颜值瞬间倾倒 公主向国王朗诵艾尼道斯的琴师 看到公主已经把他当成心尖上的人 艾尼道斯终于忍不住 向公主亮明自己的身份 就在这时 罗马知名的曹包王子推门进来 要得到公主 或者为公主得到 他很好得 一得就能得到 废话不多说 当即献上一曲表达心意 我爱你 就像老鼠挨大米 公主的胃力 犹如翻江倒海 你才是大米 你们全家都是大米 艾尼道斯站出来宣布 他对公主只有四个字 艾尼道斯 一女不嫁二夫 公主当即宣布 谁得到奥运冠军 他就嫁给谁 王子对公主那是势在必得 他回来就告诉凯撒国王 为了证明他不是草包 他一定会赢得奥运冠军 让公主来施请 凯撒国王说 好呀好呀 王子献上希腊土特产 孝敬国王 国王不敢随便吃王子给的东西 先让给宠物试吃 宠物咳嗽一声 掉了一层皮 这是王子第47次 弑军失败 后来又想请父王 习个沸腾的硫酸枣 还是被国王识破 王子为了赢得奥运军军 一直在努力训练手下 而他本人只想做个睡觉人 在他的梦里 他当成了罗马国王 让全国军队 表演乌龟阵给他看 这明明就是红烧豆腐块 本王读书少 豆腐还是吃过的 无奈之下 将军只好变换阵势 这才是真正的乌龟王八阵 记得士兵集体扔标枪 王子这才从美梦中 惊醒过来 手下对王子的表现 非常疑惑 是你自己要参加奥运会 为什么不训练你自己 而是要训练别人呢 王子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他自己 亲自参加奥运比赛项目 才能获得冠军 草包行为表露无遗 王子的自尊碎了一地 他当机命令 把手下扔到狮子龙 陪狮子睡觉 把闲楼们枕 胖球和他的老友 黄毛正在唠嗑 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跑男 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 胖球侧身 踩一脚油门 像闪电一样追过去 黄毛喝下魔法药水 把自己烤制全身金黄 脚踏风虎轮 追上跑男 跑男自称是罗马最快的男人 胖球和黄毛说 真的吗 我不信 然后马上刮20档 一留言就消失在眼前 跑男受到了严重侮辱 一气之下 手刺大树 扔过去砸死你 对面随后就飞来 大树根根 把跑男拍成肉壁 跑男和导演关系好 并没有马上挂掉 站起来又和胖球比划两下 下一秒 连弹就被打得啪啪响 再来一拳扔到半空中 这真是刺激的一天哪 胖球和黄毛 得知爱妮道斯 一心想得到希腊公主 决定不远千里 带他一起参加奥运会 跑男在赛场上 看到胖球和黄毛 被吓得从跑步机上掉下来 他马不停蹄地去告诉王子 要打败这些高路人 必须找到魔法药水才行 王子是个草包 并没有把这当回事 古罗马奥运会开幕式 隆重举行 凯撒王是东道主 今天的所有消费 都由他买单 希腊王子和公主 在前排就座 全球多个国家的运动员 霸气登场 另一个奥运项目 是扔标枪 同样是吃五股杂量 这些古代人 为啥能扔这么远 下一个出场的选手 是王子 他喝下无时调制的药剂后 全身的肌肉 像肉球一样在膨胀 他拿起标枪 来一个助跑 身体却突然漏气 像一个虫天炮一样 飞上天去 连番几个跟斗 突然调转方向 朝着国王这边砸过来 摔了个狗吃屎 第二个奥运项目 吃扔铁饼 希腊选手的表现 比较正常 而黄毛喝下神奇药水后 代表高卢队出战 反手轻松一扔 就把维纳斯小姐姐 一只手臂整爆肥 凯撒国王表示很震惊 第三个项目 升铁球 希腊选手 差点砸到裁判院 高卢队的胖球轻松一扔 又夺子了维纳斯小姐姐 另一只手 王子表示抗议 你们吃了魔法药水 这是在作弊 裁判员端出甲出来测试 胖球和黄毛 像是特酒驾一样吹气 差点把甲虫吹爆炸 裁判员最终宣布 高卢人的比赛成绩无效 希腊人获得冠军 下一个项目是自由搏击 在其他选手面前 安妮道斯就是个渣渣 胖球和黄毛鼓励他 一定要振作起来 不要放弃 胖球亲自给他掩饰一遍 只要把对手当成情敌 就会很有力量 一拖子下去 把晴天柱给整残废了 只有爱情的力量 才能帮助安妮道斯 赢得奥运冠军 完事的时候 胖球带安妮道斯 去公主楼下饮食 公主从楼上跳下来 安全就让在胖起的怀抱 岂不可耐和安妮道斯去约会 第二天的比赛项目 是自由搏击 罗马壮汉猛得很 对手在他面前 像是老鹰抓小鸡一样 安妮道斯为了公主而战 可惜一看到壮汉 就会直接下云在地 第五个奥运项目是撑干跳 王子给大家表演一个 俺老孙来也 差点把大家的肚子削破 因为裁判之前 受了一座小山那么高的贿赂 最终还是判他胜利 第六个奥运项目是捷利赛 罗马王子直接抄劲道 走到终点 这是严重的作弊 但是裁判依旧判他胜利 台上的观众都在喝倒彩 黄毛走到凯撒国王面前 抗议王子作弊 谁在复古版的F1赛车中取胜 谁就是今年的奥运冠军 这让王子很生气 后果很搞笑 当天就用有爱奇的镜子 对付国王 国王又不傻 让侍卫来试镜子 侍卫挂的那叫一个惨 完胜的时候 王子派人去把高卢老法师 绑架回来 在狗子带领下 胖球和黄毛很快就找到老法师 黄毛是个大方的人 既然王子那么想要魔法药水 就焚一锅给他吧 王子的手下闷了一口魔法药水 果然变得无比威武 在第二天的复古版F1大赛上 大伙期待已久的法拉利总裁 让托德和一代车王舒马赫 闪亮登场 希腊公主带上两个车轱辱 在看台上观战 王子喝下魔法药水 差点亮瞎旁人的眼 复古版F1赛车正式开始 埃及的车队没控制好方向 直接撞在柱子上 比赛结束后 记得把维修费结算一下 比赛异常的紧张而刺激 王子在希腊人的车轱辱上动手脚 希腊人的赛车没过几秒 就完全报废 舒马赫的法拉利车队一路领先 安妮道斯一直追尾 王子吃了魔法药水 厉害得很 一鞭子逮住对手 扔到天上去喝西北风 遇到这样的卑鄙对手 只能自然倒霉 舒马赫的车队非常专业 法拉利总裁的团队 专业给他换马车 整个过程一气合成 舒马赫继续投入紧张刺激的比赛中 没想到喝下魔药的王子 直接跳到舒马赫的车上 拆掉罗斯丁 汗血宝马赫和马车分开 舒马赫成了广杆司令 王子骑在宝马上 一惊遥领先 希腊公主实在是看不下去 扔下杀金 蒙住王子的眼睛 让他暂时迷失了方向 一只扫尾的爱妮道斯终于追了上来 可是他有个车轱辱被路障撞报废 只能驾驶独轮车 但死亡的边缘不断试探 观众都为他倒洗可隆气 胖球用备用马车停下来 黄毛驾驶他 拒绝爱妮道斯 攒了一遍 罗马王子来一个后攻凡 屁股重重老鹰的脑袋 痛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随后又被公主的杀金 卷到车轱辱上摩擦摩擦 法拉利总裁让托德这边 也赶紧把备用的马儿用上 刻上路边的马车 属于车王舒马赫的比赛继续开始 台下的观众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黄毛这边也成功把备用马车 送去给爱妮道斯 二人赶在爆破的最后一秒完成交接 继续开始比赛 王子这边的跑男 割开王子的杀金 王子给宝马喝下魔法药水 现场顿时金光四射 眼看爱妮道斯交货的冠军 车王舒马赫就在后面 没想到王子的赛车像是火箭一样 直接飞了起来 已快到没有朋友的速度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黄毛站出来控诉国王 王子吃了魔药 这个赛车结果不公平 公主也提议 用甲虫测试一下 他不会嫁给骗子 但是甲虫早已被王子处理掉 也没法做测试 马人喝下母药 舌头已经变成蓝色 只要王子吐一下舌头 就知道他有没有作弊 周末睽睽之下 王子怪求不好意思的吐舌头 忽然是蓝色的 王子第一名作弊 成绩无效 第二名爱妮道斯 就这样获得了冠军 车龙公主是他的了 事到如今 王子只想直接推翻凯撒国王 可惜他的手下 到最后都不敢对国王动手 王子谋朝算位的阴谋 再次失败 奥运冠冠军属于高卢人 爱妮道斯 希腊公主也是他的 两人就地结婚 刺日造娃 而可怜的王子 将被放逐到鸟不拉时的地方 在奥运庆祝晚会上 齐达内也出场了几分钟 为大家表演华士足球 还有富国版的迈克尔乔丹 表演了篮球项目 这部奇幻电影名叫 高卢英雄大正凯撒王子 讲述诗人爱妮道斯 为了追求公主 参加奥运会 夺得冠军的故事 电影也告诉我们 男人的力量是无限的 只要给你一个公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